丽云姐您有没有觉得 您这属于是越老越美啊 对 事业是越老越红化 长得嘛是不如年轻的时候 但是和观众见面的机会 是比年轻的时候多得多 越来越多了 对啊 这个你觉得有没有那样一种可能 就是按照你这个火的速度火下去 有一天你比你女儿还火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现在也有这种可能 对 因为现在你想想 你要问观众说 你认识王丽云吗 可能百分之八十观众都说 哎 看她节目 那扯晓人家还是知道的人还是很多 人家是一线的大腕 不 你得看年龄段 你跟女儿就别争了 你说你就 不是我不是跟她争 我这人就爱十十九十 最近你火成这样的一部戏 你女儿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她还真没打 但是 她在那个微信里给我发了一段 就是我的一段小视频 然后呢 她也没加任何评语 我当时一看吧 我就说 底下留我说 这是哪个女演员演的 演得太棒了 你自己说了一句 然后车小怎么回的呀 然后她就一污嘴 一个表情 太滑了 所以我觉得 玉玉姐 你跟车小这样的母女关系 其实是我们挺羡慕这种关系 像朋友 然后你老想唠叨 人家还唠叨不着 不给你机会 不给你机会 她最近啊 有几句话说的 我不太高兴 我就有半个月没理她 说啥了 她说 就有一个事 我就发表看法 她说 你没发现吗 你说话现在越来越刻薄了 什么相随心生 你长得越来越丑了 你没发现吗 这是她说的吗 我同意她女儿说的 老演这种很饿的婆婆嘛 越来越难看 女儿说的 你长相都变了 越来越丑了 这我得批评她 然后我就给她一个表情包 我说 你今后 我今后不能跟你说话 你不可理喻 我就弄了一个表情包 闭嘴 闭嘴 半个月没理她 然后呢 她就给我发了各种的什么 她说的 哎呀 就什么这个 这个有一个狗是什么 她说 那太好玩了 什么的 一发 我也没有反应 后来她又发了一个 她说 如果 就那个 她转发 如果你妈妈 什么什么 你给发微信 她不理你 你就要把这个什么 发给她 什么河马 大刚嘴 什么什么 各种 然后一看 哎呀 算了呀 算了吧 该给个台阶了 我就一个笑 就完了 就完了 两代人 该一行 就是 很难说到一块去 在猜这个来宾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爆料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呢 丽云姐是一个 很有生活品味的女人 你看她 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后第二 她喜欢呢 弄点小 小资的东西 我还给她寄过茶啦 咖啡 咖啡啦 什么的 她喜欢 第三 丽云姐呢 绝对是一专业级歌手 今天来到我们天津电视台 您愿不愿意 给我们天津的观众 唱一首歌呢 那必须得来一首啊 你说话 照避海 你倘我眼处睡来 山河树 穿长彩 风不过灯离 把花开 穿长彩 爱愛 岑来着 无来开 岑里 舞梨 方花彩 风吹来 哎 哎 浪的来 风吹浪的花盛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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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认 我真的羡慕他们会唱歌的 这个唱歌的水平 差一点达到我的水平 还没超过吗 我以为超过了吗 不是 你超过 肯定还有一定的距离 底下观众都说超过了 超过了吗 超过了 哎 哎 哎 已经超了吗 哈哈 哈哈